台中有山友攀登 谷官七雄之一的唐麻丹山后 开车回家 却在靠近登山口附近一处弯道 连人带车飞坠山谷中 远景跟目击民众惊讶连连 幸好车内驾驶跟乘客两人只受到轻伤 6月25号下午2点左右 下午客车从产业道路缺口处 冲落60米深的山谷 换个角度看 整辆车先飞越了一条马路 才坠落到另一边山谷中 芒草被依偎平地 车体凹陷变形 后车厢都撞扁了 附近居民听到声音 立刻开路下山谷 强势间救人 我过来以后就看到车的 在山沟里面了 然后我就开个路下去 把那个两个 先跟着都把那个两个小姐拉上来 车内两人先被救出来 拖困后消防队来了 警消再下山谷 协助两人爬上路面 坐上救护车就医治疗 行经下坡转弯处 已因汇车时不慎跌落边坡 主班分队人员以垂降方式 接触两名伤者 意识经驱除 手脚多处擦伤 将两名伤者平安送至平地后 交由91人员送往 东市农民医院救治 警消转述驾驶说 当时他们要下山 遇到了另一辆车 准备上山 山路路不宽 汇车勉强通过 下一秒遇到下坡弯道 车子失控冲出去 一行人总共三辆车 好友同行 另外两辆车上的朋友 赶紧打一一九求救 但车子像是电影特技一般 飞天坠骨 庆幸车上两人 只受到轻微擦挫伤 TVBS新闻纵口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